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希腊 文明互建 风雨同舟 在后疫情时代要如何携手并进 来看东方卫视记者从希腊发会的报道 古迹 阳光 爱琴海 不管在哪个季节 希腊都是游客们钟情的度假地 也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 去年希腊接待游客3300万人次 营收创新高 不过受疫情影响 今年上半年 希腊的旅游业按下了暂停键 尽管从6月1号起 希腊向部分外国游客开放边境 试图复苏旅游业 但9月的雅典卫城仍然游客寥寥 购票处也不用排队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也看到卫城前已经迎来下级游客 但由于欧盟边境还未完全开放 因此主要是欧洲游客 卫城要想重回疫情前的热闹 还有待时日 旅游业急待重振 另一大支柱产业航运业 也面临挑战 我所在的位置是 希腊最大港口比雷艾夫斯港 去年在习主席 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之后 中西两国同意推进 中原海运集团 对比雷艾夫斯港的投资项目 目的是提高该港口的能力 以满足亚欧双边贸易 迅速增长的需求 使其成为欧洲最大港 从2010年濒临破产 到如今成为地中海的 货运第一大港 欧洲第四大港 中原海运比雷艾夫斯港项目 已成为中西两国 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航运业对希腊GDP的贡献 约为7% 目前超过7成的 希腊航运及相关行业企业 都与中国有业务往来 从旅游经贸到航运 后疫情时代中西合作 面临机遇和挑战 希腊前外交官表示 中国向来是欧洲 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欧之间合作大于竞争 共识多于分歧 东方卫视记者陈斌 希腊报道 中国文字幕提供